十九大要开啦! 十月十八日,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京召开。 十九大要开啦,你都了解了哪些? 十九大,害内外瞩目,这次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。 在这次大会上,我们党要明确宣示举什么旗,走什么路, 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,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,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。 今年九月十八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,透露了一个关于十九大的重要信号。 党的十九大将根据新形式新任务,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。 要把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, 这将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十七次修改党章。 回顾党的历史,现行党章是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修改制定的。 此后,从十三大一直到十八大,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都会在1982年的党章基础上做修改。 比如,十四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载入党章。 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。 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。 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。 十九大为什么重要呢?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阶段, 中国特赐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。 因为到2020年,全面建成小康社会,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, 是我们党向人民、向历史做出的庄严承诺。 万众期待的小康社会到底是啥样? 党的十八大报告,从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、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, 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。 从数据上来说,到2020年,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翻, 咱老百姓手上能花的钱多了。 党的十九大能否提出具有全局性、战略性、前瞻性的行动纲领, 事关党和国家事业既往开来, 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, 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。 距离2020年还有不到三年的时间,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进入到决胜阶段。 十九大要开了,让我们共同期待吧!